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星岩说电影,我是星岩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部影片叫做明界 男主是一名退休警察 自从他的妻子死亡之后 他一直都做同一个噩梦 好友劝他应该换个环境 不要一直消沉下去 这天他又梦到妻子在他面前自杀 于是他决定听朋友的话换个环境 朋友给男主介绍了一份工作在保加利亚 男主乘着飞机出发了 很快他就到达了工作地点 这里是比较独立的别墅 接待男主的是两名男子 他们先面试男主 男主面试的职位是这栋别墅的保安 接着他们带着男主参观了这栋别墅 这栋楼的电梯很特别 必须有钥匙才能启动 有一扇特别大的门 他们说这是机房 提醒男主别冒险进去 门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接下来他们就为男主介绍了男主的主要工作 男主每天就在监控里看守几个空房间 一旦有异常就要报备 可以说这份工作自由轻松 男主立刻就接下了这份工作 随后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走之前提醒男主 一定要在晚上的时候锁好大门 可当晚男主又做了噩梦 男主以为这栋别墅里就他一个人 第二天他看到一道黑影闪过 接着一个保洁员出现在男主面前 男主撞到保洁员 对方神情慌慌张张还掉下一个针筒 男主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情况 随后他就到对街的咖啡厅放松一下 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服务员小美 他们互换了联系方式 男主刚走进别墅大门 看到二楼窗口有个人 可一转眼那个人又消失了 事情显得相当诡异 男主在日常工作时 看到监控一个人已经闪过 他立刻给管理员打了个电话 来的人是一个老头雅各布 眼睛还是瞎的 据说他曾经也在这里工作 职位也是保安 雅各布问了男主一些问题 还带着男主去那上奇怪的大门前 听了一下 然后就离开了 男主立刻上网查了关于这栋别墅的资料 奇怪的是这么有名的建筑 在网上居然一点资料都没有 他打电话询问小美 小美告诉男主曾经有一名男子 试图闯进别墅 警察在男子的后备箱 看到了两具双胞胎姐妹的尸体 男主告诉警察 孩子是被他们的母亲杀害的 没多久证明男子就自杀了 男主听完后感到很震惊 小美在第二天也来到别墅里 男主将她留下过眼 人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近期别墅里越来越诡异 男主总能闷到死去的妻子 还闷到双胞胎姐妹 甚至听到从那扇门传来的异响 这天他从监控里看到一双脚印 他立刻叫来了雅各布和另外两名管理员 男主和两名管理员打开了那扇大门 门后面是一个非常黑的空间 可以说望不到边的地方 管理员看了那个脚印 男主还想继续调查 可两个管理员神色冲冲的离开了 很明显他们害怕了 夜晚别墅里迎来了几个人 先是小美 他们当然是先温存了一下 接着雅各布也来了 雅各布带着男主来到阁楼 这里有个床床上非常虚弱的老头 他便是建造这栋别墅的人家哈里 这栋楼里面有一道空间之门 全世界总共有七扇门 这栋别墅里有一闪 这扇门是通往明界的 如果扎哈里死亡 那么明界的人就能自由穿梭于这道门 之所以现在有很多异常 是因为扎哈里很虚弱即将死亡 这时男主的朋友也来了 他们决定一起进入那道大门 关闭空间之门 他们一起进入几库大门 进入大门男主才知道 为什么前面提到的那名男子 要带着两个孩子的尸体 传进这栋别墅 因为他知道这扇大门 意图到明界带回两个孩子 在他们刚进去后 不久扎哈里离死了 男主进入另外的空间 在这里他看到了 他已经死亡的妻子安娜 男主搀扶着安娜准备离开 而小美这边遇到了超级多的幽灵 男主的朋友第一个被带着 雅各布也无法戏灭 小美也因此受伤 他向门口跑去 正好遇到了男主和安娜 出来后安娜一直引导男主打开大门 幸亏小美阻止了他 小美和安娜打了起来 但是人和鬼的战力 根本不是一个胆次的 就在小美即将被杀之时 男主恢复一时一枪打死了安娜 男主带着小美离开别墅 可惜小美的主角光环不够 最后死亡了 男主看了一眼别墅的窗口 小美就在里面 这时几个黑衣人来接管了这栋大楼 而在大楼里死亡的人 灵魂都被留在了里面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话给我关注呗